中国铁剑和中铁的区别有什么 一 全资子公司不同 中国中铁的全资子公司主要有 中铁一局至中铁十局 另外 还有中铁建工集团 中铁大桥局 中铁隧道局 参股中铁三运等 中国铁剑的全资子公司主要有 中铁十一局至中铁二十五局等 二 中国铁建 中国铁道建筑总公司 现为国资委管理的 国有特大型建筑企业集团 具有工程总承包特级资质 拥有对外经营权 三 中国中铁 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 是以中国铁路工程总公司 以整体重组 独家发起方式设立的五份有限公司